第二十三题如图所示电阻R1为20欧米电阻R2为20欧米电阻R3为40欧米 则电流I1I2I3大小关系为何电阻R1R2R3均遵守欧米定律 这一题并没有给电压所以我没有办法实际算出来I1I2I3到底是多少 但是我们运用所谓的电流串联跟并联的关系以及一些简单的观念就可以解题了 我们看到我们这里的I2跟I3是并联然后汇合起来变成I1 我们晓得并联的时候我们的总电流等于分电流相加也就是我们的I1 就是等于I2加上I3所以I1一定是最大的I1一定是最大的 然后呢这里电流流怪来说兵分两路变成R2跟R3 那么R2跟R3是变流它的电压是一样的那根据公式V等于IR 当我的电压是一样的时候如果我的电阻比较大我的电流就会比较小 然后我们这里的R2是20欧米R3是40欧米所以这个电阻是比较小 这个电阻比较大所以这个电流就要比较小这个电流就要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的I1最大其次的是I2最后的是I3 我们就想它的次序了 因此第23题问我们说 则电流I1、I2、I3大小关系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B I1大于I2大于I3 H1本目的突然是以 Minguitive地属于二十五个血迷降于智耀的 芯米R3 并下一个新闻的